据说这是土耳其最吓人的恐怖片 片中涉及大量民间巫术和邪无诅咒 惊悚程度远超欧美日韩等部的驱魔大片 胆小者请自行打出狗头护体 恶魔恐怖现身 震撼来袭 故事还要从一场婚礼说起 当天所有人都喜笑颜开 可新娘却突然发疯 对着宾客挥刀乱砍 甚至还亲手捅了新郎108刀 喜庆婚宴秒边大型祭祀现场 事后新娘因故意杀人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没想到经过两年的治疗 却依旧不见好转 新娘的发小小美得知此事后 就找到了著名驱魔师胡子书帮忙 她身经百战无所不能 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在 女孩杀人时所说的奇怪语言 是一种叫做狄精邪灵的语言 可翻译出来却是一组7175的数字 胡子书虽已确定女孩被狄精附身 但是对7175的含义却是一头雾水 然而这一切并非巧合 因为村口的许愿树上也雕刻着同样数字 周围还悬挂着大量祭祀用品 为了尽快破解背后真相 胡子书第一时间找到当事人了解详情 新娘名叫库拉 此时的她已完全恢复正常 但是对于自己当时发疯的场景 却毫无印象 自从新婚丈夫死后 她就会时不时到村口的许愿树下梦游 母亲为了帮女儿摆脱污秽 在房间各处挂满了驱邪百件 可胡子书却说这些百件才是万恶之源 他们相当于恶魔之眼 是狄精的长生不老药 不仅不会驱邪反而会聚集邪气 说完就将那些邪物全都收了起来 为了避免狄精视力越来越强 胡子书当即就决定举行一场驱魔仪式 没想到仪式刚开始 库拉就痛苦地疯狂甩手 胡子书见状急忙念诵咒语 可女孩却变成了另外一副争鸣面孔 随后又莫名蹲在床边一动不动 胡子书赶紧取出圣部封印恶灵 没想到却遭到了对方的突然偷袭 在手心写上了特殊符号 胡子书通过查阅古书得知 这次的狄精法力高强怨念极深 必须尽快做一场加强版驱魔法式 不然所有人都会死于非命 由于天色渐晚 胡子书就打算明天做法 没想到当晚女孩就再次被狄精附身 她行尸走肉般四处游荡 好在这一夜并未发生任何恐怖事件 可第二天早上正在吃早餐的小美 却突然从口中吐出两团毛发 胡子书意识到情况不妙 立马摆好法正开谈做法 没想到仪式刚进行到一半 眼前的镜子就突然炸裂 同时一个死亡符咒也出现在眼前 这是施咒者下到厕所的一种恶毒诅咒 胡子书看后直奔库拉家的厕所挖坑 果然在下面找到了大量污秽之物 和一个写满咒语的纸条 原来新娘库拉被人下了胎儿咒 咒语就下在他母亲的子宫上 只要他一出生父亲就会被咒死 而且他的身体还要在23岁时献祭给狄精 同时为了保证他的处女之身 狄精禁止他结婚 谁娶他谁就会死 这时库拉也感知到了狄精的存在 他恳求胡子书救救自己 而胡子书也在交谈中得知了狄精的名字 他叫萨雷 是当地最歹毒的狄精 随后萨雷就附在库拉身上不停恐吓 胡子书毫不畏惧直接点燃了那张咒语纸条 萨雷没有了咒语的保护痛苦的上蹿下跳 胡子书见状急忙放出大招 他一边念咒 一边将法器扣进火盆 不多时萨雷就惨叫着离开了这里 而库拉吐出一滩黑水后 也成功摆脱诅咒 母亲看到女儿恢复正常高兴不已 没想到当天晚上库拉却再次被附身 她穿着带血婚纱在走廊自言自语 姑妈听到一响出来查看 结果却被对方强行做了整容手术 库拉母亲发现女儿消失不见 便带领众人来到村口的学院树下找人 此时女孩正站在祭祀法阵中间 嘴里发出粗犷的嘶吼声 胡子书趁气不被直接将她按倒在的 本想带回去继续做法 可小美却不再相信那些骗人把戏 直接带库拉去了医院治疗 作为一名敬业的去魔师 胡子书并没有放弃 她知道事情若不解决 所有人都会有危险 而且这个家族肯定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为了了解背后的家族秘密 她找到了整容归来的姑妈 原来库拉的父亲原本是个穷光蛋 自从一个叫基伯德尔的村子回来后 就变得非常富有 不仅搬进了气派豪宅 还买了万亩粮田 可库拉出生那天 她却突然暴毙而亡 傍晚十分小美 从医院赶了回来 她说库拉的情况很是糟糕 不仅没有得到有效治疗 就连医生都被同化成了精神病 无奈之下 她只得再次求助胡子书 对方表示诅咒源于基伯德尔 想要救治库拉 就必须到那里寻找答案 于是两人连夜来到了这个废弃村庄揭秘 现在这里犹如空城死城 可7175却随处可见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摸索 两人终于看到了唯一亮灯的房间 老伯见到两人二话不说 直接就讲起了当年的怪事 原来村子之所以会变成现在这样 都是被两个年轻人所赐 他们私自与萨雷迪金签下契约 对方负责为他们寻找宝藏 作为交换两人必须试带供养萨雷 献祭可以附身的身体 然而他们得到财富后却背信弃义 还趁机将萨雷封印在被附身者体内 活埋到了一棵许愿树下 为了掩人耳目 他们将一小部分宝藏分给了当地村民 迪金部落听闻此事后 就给整个村子下了恶毒诅咒 从那之后所有新生儿 全部变成畸形怪 医院做了大量基因检测一无所获 而且怪事依然发生屡见不鲜 人们无法承受这种诅咒 就发生了震惊一时的集体死亡事件 事后其他村民也全都搬离了这里 而那两位罪魁祸首分别就是 库拉的父亲和小美的父亲 虽然他们的父亲都已意外死亡 但事情并未了结 因为迪金部落为了复活萨雷 会吞噬一个肉身来完成转世 现在来看库拉就是那个祭品肉身 而萨雷早已被活埋 所以附在库拉身上作怪的迪金 并非真正的萨雷 而是萨雷的迪金同党 老伯担心自己说出真相遭到报复 就让胡子书尽快破解库拉身上的诅咒 而迪金部落为了阻止两人 竟提前在车上画满了无数血手印 好在胡子书并没有知难而退 而是继续翻阅古书寻找破解之法 不多时两人就来到了埋葬萨雷的许愿术前 胡子书按照书中记载 从地下挖出那个封印多年的老坛 将其埋到了兴旺之地 等两人回到家后 发现库拉早已安然入睡 看来他身上的诅咒已经彻底解除 就在两人功德圆满的准备离开时 库拉母亲却神色慌张地跑了进来 她说之前的老伯打来电话 让胡子书去村口一趟 不然库拉就会死 小美也想出去一起看热闹 没想到却被库拉母亲强行留了下来 胡子书驾车向着村口驶去 刚出门没多久就接到了好友的电话 对方帮他查到了7175的含义 原来这是一个历史代码 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我还活着 也就是说当初被活埋的萨雷迪金 现在还活着 听完之后胡子书只敢一阵后背发凉 他赶紧查阅古书寻找出处 没想到却看到了这样一段话 如果挖出来的是死迪金 诅咒就会解除 否则诅咒就会加倍 此时胡子书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突然那个老伯出现在眼前 对方对胡子书的倒来很是惊讶 因为他压根就没有打电话 这都是那对母亲的阴谋 因为他们又和萨雷重新签订了契约 小美就是母女为萨雷物色的新祭品 况且萨雷已被胡子书解除封印 老婆让胡子书赶紧去找小美 话还没说完 她就被大量迪金直接吞噬 胡子书恍然大悟急忙往回赶 另一边的小美 从内衣里掏出一撮头发 和一张写满咒语的纸 上面是她和布拉的照片 两人被神秘咒语相连 这时布拉房间传来动静 小美寻声过来查看 结果却被吓出了猪叫声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就被那对母女强行绑了起来 等胡子书赶回来后 发现姑妈早已被狄精吓死 她急忙来到库拉房间查看 里面空无一人 只有大量邪物和那张写满咒语的纸条 胡子书看后急忙四处寻找小美 没想到却被母女两人 埋进了扑紧之中 随后母女又来到小美跟前 原来当年萨雷被活埋后 小美父亲担心遭到狄精报复 就给库拉一家下了死亡诅咒 还将布拉偷偷地献祭给了萨雷 她则卷走所有钱财 带着家人远走他乡 布拉母亲知道这一切后怒不可遏 她再次与萨雷签订契约 要对方负债女偿 为了这一天母女策划多年 就是先将小美引诱到此后 再把库拉身上的诅咒 转移到小美身上 说完二人一边念咒 一边将邪物装进棺材 然后盖上棺杆扬长而去 小美在地下绝望地挣扎 突然一只蟒蛇出现在棺材里 而电影也在她的凄惨叫声中 戛然而止 事后胡子书被村民从井里救出 但她的头部因受到重创而失忆 而库拉一家在事发前 就变卖了所有财产 逃到其他地方 过上了无人知晓的幸福生活 至于被活埋的小美 则变成了萨雷的祭品 到此牵扯两代人的恩怨 再也无人知晓